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为您分享AWS Auto Scaling的课程 今天是第五期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自动扩展设置目标跟踪 什么意思 是这样 今天我要带着大家 咱们设置一个自动扩展的跟踪目标 然后让Auto Scaling 它自动去遵循咱们目标所设的规则 然后帮咱们自动去伸缩EC2的数量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咱们设置自动扩展的目标 然后让Auto Scaling去自动的扩展 该怎么做 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咱们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咱们目前先让Auto Scaling Group 只有一台EC2的主机 然后咱们设置自动扩展的策略 今天我准备给大家设置的是 大家请看 让这台EC2主机的CPU 达到100%的饱和率 然后我去设置 如果CPU的饱和率 大于80%的话 就让Auto Scaling Group干什么 去自动再给我生成一台EC2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要完成的工作 咱们只要设了一个自动扩展的策略之后 任何工作全部交给Auto Scaling 去自己完成 该怎么做 咱们先回到咱们的课件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我给大家设计的步骤 首先 咱们应该去定制一个自动扩展的目标跟踪策略 这个在SA考试中是经常的出现 今天我把咱们CPU的指标定为80% 也就是说 一台EC2如果咱们CPU使用率超过80%了 换句话说 很忙了 复载很高 在这个时候 它就会去自动扩展 这个是咱们自动扩展的条件 然后干什么 然后我对一台EC2进行压力测试 让它CPU超过80% 达到100% 这样的话 Auto Scaling会监测到 然后根据咱们上面的自动扩展的目标跟踪策略 它就会帮咱们再生成一台新的EC2实力 帮咱们去负载均衡 然后咱们去确认 确实帮咱们生成了一台新的EC2 然后干什么 咱们再停止压力测试 让世界再恢复正常 Auto Scaling一看 压力测试已经没有了 CPU的使用率已经下到80%了 然后它就会再缩减一台EC2 这个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演示的所有的内容 那么咱们在操作视频当中 咱们就试一下如何设置自动扩展吧 好 那么咱们在操作视频再见吧 咱们在操作视频